在這集我們會來破解對睡眠偵測數據的常見疑惑 以及聊聊這些裝置到底準不準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裡 嗨嗨我是Yuna 喜歡在遇到各種生活難題的時候 一頭栽進去找答案 並用簡單好懂的方式分享給大家 So 如果你跟我一樣在意睡眠的話呢 你很可能也有這樣的經歷 興奮的買下有睡眠偵測功能的裝置 不看說明書直接東暗西暗的 看看到底要怎麼用 到了晚上不哭哭哭的躺在床上 抱著著期期待又害怕受傷害的心情 希望明天快點到來 到了早上開心的關掉那鐘興奮的打開APP然後 蛤? 不是說睡眠有週期嗎? 為什麼我都看起來不像有週期啊? 還有這些階段名稱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跟網路上寫的N1N差不多差不多不一樣啊? 嘿 我的睡眠跟R.E.M也太少了吧 我這樣真是不正常啊 嗯?我不記得我半夜有醒來那麼多次啊 奇怪啊 到底是我睡得很糟 還是其實這裝置不太準啊 嗯!今天我們就來一一破解這些疑惑 再送些使用的睡眠小知識吧 首先是睡眠週期 在上一集我們有講到 睡眠啊 有淺 乳聲可以分成N1N2N3 以及有聲也有淺的R.E.M 這點啊 我們在上一集沒有講到 但研究發現 R.E.M其實有好叫醒和不好叫醒的時候 畢竟這個階段這麼重要 如果隨意中止啊 那就不好了 所以啊 大腦會選擇性的傳入感覺刺激 讓我們只有在聽到特定聲音的時候 才特別容易醒過來 例如親手爸媽可能不會在正耳欲容的壘聲中被吵醒 但聽到寶寶的哭聲啊 可能就會立刻從床上彈起來 那些沒把我們喚醒的刺激 有時也會不知不覺的融入夢境中 像是有幾次我以為我夢中出現了背景月 現在才發現啊 啊!原來是我的鬧鐘啊 嗯! 睡過頭了呢 把這四個階段組合起來 從錢、倒聲、額到錢 最後到R.E.M結束 就是一個睡眠週期 前人每晚的睡眠 平均會有四到六個週期 而在R.E.M後 偶爾也會有很短暫的清醒發生 這個清醒啊 可能是有意識的 例如你知道自己醒來了 或是醒來上廁所 也有可能是毫無意識的 例如完全不知道自己有醒來過 只要不影響醒後的精神 也能很快就入睡的話 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 每個睡眠週期的長度 大約是80到120分鐘 所以你會發現啊 白天疲倦時 如果放任自己小睡的話 大概就會在這個區間醒來 也會有人建議 如果晚上真的沒有時間睡飽的話 至少也睡90分鐘的倍數 那樣就比較有可能在一個週期的結束 下個週期的開始的淺眠階段醒來 醒後也就比較不會昏昏沉沉的囉 但週期的長度因人而異 每個人一個晚上 每個週期的長度也不同 所以啊算個大概就好 那到底為什麼週期的長度會不一樣呢 那是因為啊 每個週期組成的階段 和每個階段的長度 都會隨著睡眠時間而改變 像是N3睡眠期 集中在睡眠的前半夜 R.E.M做夢期 只是集中在睡眠的後半夜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目前啊還沒有共識 但推測又是和記憶鞏固有關 在一天結束後 你的大腦資料下面 會有一大堆的資料要整理 而整理的第一道工序呢 就是把不重要的丟掉 重要的留下來 也就是N3的工作 每整理一個階段呢 就會把有關的資料放在一起 也就是R.E.M的工作 隨著整理的進行 該留的該留的 都整理的差不多了 所以N3也就會逐漸減少 剩下就是認真的把這些 精華資料和舊資料做連結 並且強化鞏固它們 所以R.E.M會逐漸增加 到睡眠結束後 你大腦的認知系統 就會再上升一個等級 讓你能更游刃有餘地 面對新的一天 這邊也要補充一個 對經常晚睡或是早期的人來說 重要的小知識 專門研究睡眠與記憶的 神經科學家 Dr.Gina Poe 在訪談時稱說 如果你習慣10點睡 你的睡眠循環就會從10點開始 習慣2點睡就會從2點開始 如果習慣10點睡的你 某天11點半才睡 睡眠循環的斑表 不會立刻往後移 而是會先照著原本的進行 就像你10點才到學校 就會錯過早自習和第一節課 從第二節課的中間開始一樣 比平常晚睡的話 很可能就會錯過 第一個睡眠週期 直接從第二個開始 而N3主要又集中在睡眠的前半夜 也就是第一和第二個週期 所以晚睡就可能會少掉大量的N3 相對的 如果平常都8點起床的你 早了一個半小時起床 那大量減少的 就是集中在後半夜的REM 要維持同樣的作息幾天 睡眠循環的斑表才會逐漸調整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體內排好的工作 會變得有點小混亂 導致許多工作都做不完 所以感覺都會不太好受 而這個過程就是出國經常會遇到的調時差 所以即使人沒出國 但經常不規律 晚睡早起的話 對身體來說 就像是三天兩頭都在出國調時差 一樣難受 雖然身體有調整的彈性 但Dr. Gina Poy也說 就請時間越一致 或許每天征服個15分鐘左右 身體也就能運作的越良好 對年紀越大的人來說 保持固定的睡眠時間 甚至是擁有健康神經系統的一大指標喔 這時你可能會想問 那如果我非得擠出時間做很重要的事情的話 晚睡還是早起 哪個比較好呢? 這得看你的狀態做決定 有些人會建議絕對不要錯過N3 要做什麼就早起起來再做 但有些人就是事情沒做完 就焦慮的睡不著覺 怎樣也早起不了 或是早起的壞情緒 可能影響著大半天的決策 所以嘗試過後 覺得哪個不干小就選哪個囉 只要不長期累積 身體都是會努力幫你cover的 接下來是大家很關心的 為什麼有好好睡覺 可是N3跟REM還是那麼少呢? 這部分我們要拆成兩個部分來談 一個是四階段的比例 另一個是穿戴裝置的準確度 首先我們已經知道 四階段有各自的任務 但就像你不會因為吃飯運動很重要 就比自己整天都要吃飯運動一樣 四階段也有各自需要的工作時間長度 以成人來說 一個晚上的睡眠 可能會有5-8%是清醒的 這包括入睡和半夜短暫的醒來 入睡之後呢 經常合稱為淺眠的N1和N2 分別各佔2-5%和45-55% 沒錯 N2其實才是佔最大的階段 睡眠N3佔13-33% 做夢REM則佔20-25% 是不是跟你以為的比例很不一樣呢? 說到這裡也可以順便解開 睡眠偵測的分類名稱和四階段 該怎麼對應的問題 通常偵測的分類都會包含 清醒、淺眠、生眠和REM 清醒和REM沒什麼好說的 生眠對應的一定是N3 淺眠通常是N1加N2 但也不是每家都會顯示四個分類 有的會把REM算進淺眠 有的則不會顯示清醒 名稱也會為了讓使用者好懂 而有不同的說法 例如Apple Watch的前眠就叫做核心睡眠 最後來看考大家 Pokemon Sleep的分類 淺淺入夢、安然入睡、生生入眠 分別對應的是哪個階段呢? 咚咚咚咚咚咚 答案就是REM N1加N2和N3 你答對了嗎? 是說關於睡眠各階段的比例 還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前面提到的那些數字 都只是平均值 不是平分標準 實際比例也可能隨著年齡 不斷的改變 同年齡者的比例也不盡相同 即使是同一個人 每一天的比例也會不太一樣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 相當於我們的衛福部 提供的資料 可以看出無論幾歲 前面都占了我們大半的睡眠時間 省眠跟REM 則會隨著年紀逐漸的減少 但省眠減少的幅度更大一些 這並不代表年紀越大 就越不需要省眠和REM的 各種修復和記憶功能 而是隨著身體的老化 讓我們越來越難做到這件事 這也加速了老化的速度 導致這件事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告訴我們該睡覺的吞黑激素 會隨著年紀的增加 打量的減少 這會讓身體的入睡訊號減弱 讓生理時鐘變得難以維持 體內重要的時間一亂 工作自然也就會做得亂七八糟 但這不代表 我們只能眼睜睜的任由老化 把我們的睡眠與身體變差 穩定生理時鐘的方法多的是 像前面提到的就寢時間一致 就是其中一項 該如何穩定生理時鐘 也會在之後的影片 有更詳細的介紹 就請各位敬請期待囉 最後是大家最好奇的 穿戴裝置的睡眠偵測 到底準不準啊 還記得上集有提到 睡眠四階段主要是依據 腦波類型、肌肉舒張 眼睛的移動 還有其他生理數據去區分的嗎 手錶型的穿戴裝置 大多則是靠心率、心跳變異度 血量、呼吸和身體活動等 其中一項到多項的數據去推算的 由於缺少了主要的資訊 腦波 推算起來啊 就像是用幾塊拼圖 來還原出圓圖一樣困難 雖然不是天方夜談 但也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這也是為什麼不同手錶 測出來的結果 會大相徑庭的原因 至於聲稱把手機放在床邊 就能偵測睡眠的APP 除了聲音以外 我就不知道是用什麼方式判讀的了 而關於不同裝置的準確度 有些公司也有釋出官方的報告 這份是蘋果2023年9月發布的報告 橫軸是手錶的推算 縱軸則是實驗數據 對角線則是兩者數據的吻合度 以第一排的聲棉來說 就是指手錶有62%與實驗數據相同 但有38%的聲棉被測成了核心睡眠 綜合來看 整體大約有七成多一點的準確度 GARMI也有在2019年 針對GARMI VIVO SMART 3做研究 看的方法跟剛剛一樣 只是縱軸和軸要對調一下 可以看出這支錶也有接近七成的準確度 除了官方的報告以外 網路上也可以找到一些論文的研究 或是一些個人測試 其中我就找到一個很有趣的頻道 叫做The Quantified Scientist 精英者 Rob是一名生物資訊學家 頻道主要是在測試各種穿戴裝置的功能與準確度 例如睡眠、心慾、血氧、血壓、GPS、計步和身體健康等等 小提醒這畢竟只是個人測驗 所以要參考多少大家就各自拿捏囉 在睡眠方面 它將穿戴裝置與腦波偵測的結果做比對 雖然不是實驗室等級的全方位數據都抓 但腦波已經是判斷睡眠階段最直接潛關鍵的數據了 而這張圖就是它歷年測試不同裝置的結果 越往右上表示與腦波裝置結果越一致 有穿戴裝置的朋友也可以來找找自己的裝置在這張圖的哪裡 有趣的是啊 把它最新的Apple Watch結果與蘋果官方的作比對可以發現 它測出來的結果比官方的高出許多 造成這個結果的可能原因有很多 例如是實驗方法的差異 蘋果改善的演算法 個體與平均間的差異等等 所以結論是什麼呢 穿戴裝置的準確度都不太一樣 而且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準確 同個裝置不同人不同狀態測 不論是準確度還是本身的數值也都會有差異 所以啊 之後再看待這些數據的時候 就別太緊張計較了 放寬型一點吧 就像看體脂計的結果一樣 你評估過的話 覺得還算準確的話 就參考趨勢變化 覺得沒那麼準還會讓你心煩意亂的話 那就別看了 別為一個數字換了你一天的心情 好 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最後想問問大家 這集讓你覺得最驚訝 或是最有用的知識點是什麼呢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有任何與睡眠相關 想聽的主題或是想說的話 也歡迎跟我說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我是Yuna 祝你今晚睡個好覺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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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